东皇太医倒在地上 身上的伤痕又细又长 这种伤痕有点像一根链子 地上除了有东皇太医 使用二技能留下的痕迹 就没有其他攻击痕迹 可以确定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 也就是说 凶手使用的技能 是不会在地面留下痕迹 从东皇太医脖子的伤痕来看 凶器应该是鞭子 或者锁链之类的东西 而在东皇太医的尾巴下 有一片禽类的羽毛 那么凶手你猜到是谁了吗 对没错 凶手就是芈月 芈月用二技能 向东皇太医释放出暗影锁链 牵住东皇太医 东皇太医使用二技能 想要眩晕住芈月 好近身使用一技能 进而紧沾芈月 芈月则使用一技能调整走位 东皇太医 闪现接三技能锁定住芈月 虽然被东皇太医大招锁住 但芈月依然几乎满血状态 等大招控制效果结束后 芈月立即开启三技能 免疫所有伤害 同时提升速度 保持幻翼仆从 这样东皇太医的一技能 就打不到芈月 只能慢慢地被芈月放风筝而死 那么小伙伴 你们觉得游戏中的芈月 和东皇太医单条 谁获胜的几率更大呢